中国人,每逢新年,往往会在门脸上泄人,一月佛时,万象更新。 意思是,新的一年开始了,一切事物都改换了样子,呈现一番新的气象。 佛时,可以引伸为,不忘促现,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,重温自己,尽得修业,利益大众的美好发现。 一边在新的一年底,坚持方向,努力不屑。 更新,是免疫自己,不断提升,日新又新。 从前种种,譬如昨日死,从后种种,譬如今日生。 在新的一年底,每天都要放下一些旧的习气毛病。 每天都以,明明的清明,止于之善,为齐心动力,言语造作的尊神。 朝向,为往生及学学,为万事开太平的目标,迈出新的一步。 中国人唱讲的,报本凡事,报恩心,永远记住最粗发心。 祖师大德也唱说,不忘粗心,成佛有意愿。 初发心的时候有梦啊,佛门里头有个愿意说, 说佛一年,佛在眼前,那种热情可假了。 说佛两年呢,佛在天边。 说佛三年呢,佛变成云衣没了,变成老油条了。 为什么? 学佛不明教理,只是在形式上,形式上没有办法让人买酒啊。 这是人之常情啊。 一年很新兴,二年味道就大了,三年就厌倦了,所以退心了。 这一桩事情,不是现在有。 自古以来就有,甚至于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。 烦恼重的人,情职重的人,促见佛不错,更佛很有缘呢。 两三年之后退心了,为什么呢? 情职放不下。 还有,他的一些爱好放不下了。 明文立扬,无语六成。 现在的佛法,在整个历史上来说,确实是危机存活的关头。 信的人少啊,不信的人多啊。 信的人当中,明白的人少,不明白的人多。 不明白的人,不明白的人,就是一般人将啊,迷信的人。 信的人少,少人里面。 知足,幸运,迟迷的人不多。 半信半信的多。 求生冤枉,忧郁不决的人多。 念佛,真正做到, 敬念相及的人,太少太少了。 这一层一层的淘汰, 真正往生的人就不多了。 往生才算是真正报恩, 真正感恩。 我们的缘属深, 这是真的,不是假的。 所以,我们要做好样子, 要做个好朋友, 我们对得起佛菩萨, 对得起阿弥陀佛, 对得起老师, 对得起祖宗, 对得起自己。 这一次没白来。 不能将佛陀教会兑现, 变成自己的生活, 这就败学了。 我们自己, 修身, 要学阿弥陀佛。 我们求学, 要学阿弥陀佛。 我们第四页, 要学阿弥陀佛。 中国古人家, 修身, 齐家, 治苦, 通通跟阿弥陀佛说, 没错啊。 怎样帮助佛法, 常住在世界, 这是我们四中弟子的责任。 怎样帮助佛法, 红传九云, 那就要记住佛在此地的教训。 就是两个字, 一个笑, 一个敬。 当笑于佛, 当念思恩。 如果你把正念就做到了, 护持正法, 红阳九云, 你自自然然就做到了。 这是红传的根本法。 一个孝亲的人, 常常要念到清恩, 绝对不会叫自己的亲人蒙羞。 在在消极上讲, 这个不可以。 我要做一桩对不起人家的事情, 我的父母面子上没有棺材。 这事情怎么能做啊? 换句话说, 不是自身厉害的标准啊, 是我父母光荣标准。 是这个标准。 今天我们孝顺于佛, 佛的面子, 我们要用这个标准来定我们的心心。 我们起心动面, 一切造作对得起佛对不起。 那就是这个标准。 佛不在世吗? 去我们远了? 我们今天接受到佛法, 这是拜拜祖师相传。 一代传一代, 这些老师, 当念死呢, 我们能不能对得起老师呢? 我们动一个错误的念头, 做一桩不可告人的事情, 我们就对不起佛, 对不起老师。 常常常有这个标准的标准存在, 你在世间决定是好人, 你在佛法里面决定是善有, 你自修一定成就, 你立身决定是真实。 我们今天在现前生活状况之下, 在现有的身份, 行业里面的工作, 我们是不是认真陆离在做? 如果不认真, 不认真是懈怠。 懈怠就是不孝, 就是不敬。 我们今天这个行业是佛陀教育。 佛陀教育, 现在世间有许多人讲的,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 佛陀教育是属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 我们从事于这个行业, 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工作尽心尽力? 去做。 尽心尽力去做呢? 这就对了, 我们就尽孝了。 我们今天对得起老师, 对得起父母。 如果我们没有尽心尽力去做, 我们怎么对得起? 三父,六后, 三学,六度, 普贤深夜。 我们是不是真的认真努力在做? 落实在这一天当中, 对人, 对死, 对我。 这叫学佛。 如果是真干, 成佛就不需要三大二三七七, 一生就圆满, 跟善财童子一样。 不肯正干, 那就是廖凡四心里面所说的, 因心苟且, 得过且过, 那就完了。 我们这一生也跟过去生中一样, 阿赖耶里面只中一点善根而已, 不能解决问题。 我们今天要想修千年万事, 真实的功德福德, 学孔子, 学释迦牟尼斯, 念念呢, 都在帮助一切众生, 破灭开悟, 帮助一切众生, 利苦得乐, 把自己的苦乐忘掉了啊。 你想想, 孔父子周游列歌, 释迦牟尼佛周游无印度, 不辛苦吗? 他比我辛苦多了, 他要走路啊。 我现在周游列歌坐飞机, 不要走路啊。 坐飞机受一点辛苦, 比走路的辛苦舒服太多了。 这个事情怎么能不做? 我们今天享受比孔父子, 比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, 超过百倍都不止啊。 我们吃苦头啊, 恐怕只有他们百分之一都不到啊。 我们还要叫苦, 怎么能对得起老师呢? 对不起老师了。 所以想想老师当年那个情形, 我们今天一切怎么能不知足呢? 样样的知足, 应该尽心尽力, 努力, 把老师的教化发扬光大。 古人讲得很好, 人能红道, 飞道红人。 今天, 圣蛇衰尾, 佛法不正, 云因在哪里呢? 云因在没有人才, 没有真正的红发立身的人才。 如果你能够发心, 我们深深能够相信, 祝福互念, 龙天善神保佑你, 拥护你。 但是, 这个心不容易发, 难在哪里呢? 难在里面有烦恼吸气, 外面有五欲六成的诱惑, 因此, 你必须内断烦恼, 外不受外劲的诱惑, 你才能办得到啊。 这个事情, 说起来容易, 实在讲相当困难。 我常讲的这十六个字, 那你一定要把它断掉啊。 放下自私自理, 放下明文立案, 放下无欲六成, 放下贪嗔之外。 这十六个字统统放下了, 菩提道上, 修行道上的障碍, 去掉一大半了。 修行, 开悟, 正果, 才有指望啊。 清除于蓝, 而神于蓝, 一带鼻一带强, 老是高兴。 一带鼻一带摔, 一带不为的就完了。 我们今天看今天的现象, 就是一带不为的。 什么原因呢? 就是没有真做到。 我们要想成功, 我们要想成功, 没有别的, 真敢啊。 今天是释迦牟尼佛丢下来的。 我要照这个今天, 字字句句读落实了。 里面所说的道理, 是我们的意义, 所有的教诲, 是我们的行物。 我全做到, 你就成佛了。 你真的是释迦牟尼佛的传人了。 你经只会读, 只会讲, 不会做。 与你的意念没发生影响。 与你的行为没发生影响。 与你的喜乐没发生影响。 那是假的。 现在, 我们唯一的一个希望, 希望佛门同修。 希望建中, 修学建中的同修。 特别是我们在一起, 学习这一步无量受尽的。 我们真的搞清楚了, 搞明白了。 从无作急。 不去问他将来有没有效果, 不要去问他。 只问耕耘, 不问收获。 我们老老实实地, 和一天做一天, 做出一个好样子给大家看。 这对得起自己啊, 对得起父母, 对得起老师, 对得起佛菩萨, 对得起祖宗, 对得起一切大宗。 就问心无愧, 要整干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